恭喜你得獎之路 我成為了我們的 今天獎的日出 成為港珍光 但是我也很害怕 你不會覺得自己 和這個兇手角色的性格相似 我本人和角色的性格 是完全不合 好一點 是完全吻合的 是完全吻合 Johnsir 你有觀察力 覺得是吻合的 不是 是和真正的兇手是吻合的 他們的東西又更虧了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對我來說 一個不一樣的經驗 或者是一個不一樣的一種經歷 去拍紫光的這部電影 讓我有另外一種體會 在電影上面的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作品 其實對郭富翔來說 都是非常的寶貴 因為學無幾景 我覺得我一面去把我最好的一面 呈現出來 但是另外一面 我也在他的身上裡面 使用東西 互相的學習 我覺得 就是我 作為一個演員 就是我的性格 就是我的風格 也是我的風格 非常香港的味道 然後當時我們考慮到郭富翔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發現郭富翔現在的戲路 開始有變 現在越來越成熟 他已經從一個點的一個高點 去到另外一種表演的風格的一個過渡器 然後你從以前從三叉口到副指 你已經看到他已經在變 雖然那兩年是短短兩年之間 但是你已經發現他現在完全是走一個成熟路線 他完全可以演普通人 演得非常魄石 非常反魄歸正的那種演出 那種感覺 是我覺得感動的